16号上午10点多 一辆银色的小米苏7电动车 因为路面湿滑 不慎撞上分隔岛 只见车身不断冒出白烟 底盘还有熊熊火焰 小米汽车回应 由于车辆连续撞击路边的方形石砖 导致电池底部受损 才发生向下泄压等短路现象 大陆电动车即使近年意外频传 外加欧美打压 销售成绩却不受影响 西班牙马德里展售中心 来赏车的客人络绎不绝 一年多前 大陆汽车龙头比亚迪 在西班牙的经销商仅仅两家 预计今年底前将上看40家 但就怕欧盟高关税冲击市场买气 大陆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急着访问欧洲 持续谈判磋商 王文涛说中德汽车产业深度融合 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 将严重干扰中德贸易和投资合作 9月19日将与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 东部罗夫斯基斯举行会谈 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进行磋商 欧盟25号将表决大陆电动车加征最终关税幅度 王文涛先访问意大利却谈判破局 意大利重申支持加征关税政策 一旦拍板定案 欧盟除了收10%的标准关税 将再加征最高35.3%的高关税 为期五年 最快今年11月生效 另外美国对大陆电动车加征100%关税 移案已确定9月27号上路 大陆与欧美的关税战争恐怕很难善料 TVBS新闻综合报道